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的7月24号 在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 中国政府呢,是发布了一个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 那大家知道,在中国的这个官方文件里啊 新时代就是指这个习近平2013年上台以来的这个中国 那新时代的中国国防,这个白皮书呢 那就是反映了习近平本人对中国国防,对中国安全的看法 从里面呢,完全可以看出他这个个人的观点 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报道里也说 这个白皮书呢,是中共的十八大以来发表的第一部综合型的国防白皮书 也就是说呢,这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国发表的第一个综合型的国防白皮书 应该是这个比较重要的 狗哥是看了这个白皮书的全文 因为它的内容啊,并不是很多 只有两万七千字啊,很快就看完了 那对于这个白皮书的内容 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关于台湾 大家可以看到,在白皮书里有一个章节 是国家安全面临的风险不容忽视 然后在下面 中国的国家安全面临什么样的威胁和挑战 第一个就是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斗争 这句话,反分裂斗争的形势更加严峻 这个表述是以前的这个国防白皮书里没有出现过的 那在这次的白皮书里啊 中国政府是用了更加严峻这个词 反映了他们对台湾问题的看法 下面呢还进一步啊,叙述了他们的看法 台湾的局势是怎么这个更加严峻了 主要是指责民进党,挟洋自重 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那从这个章节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来 中国政府现在呢是把台独看成是中国国家安全的第一个威胁 也是这个最主要的威胁 然后在下面的章节 新时代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政策 就是针对国家安全威胁要采取的政策 针对国家安全威胁怎么办 还有一大段这个涉及台湾的部分 里面提到中国还要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的方针 那现在一国两制在香港呢 其实是已经失败了 在台湾呢也是完全失去人心了 台湾的政治人物也都不敢提这个一国两制了 那中共在这个白皮书里呢 还是说要坚持一国两制 是不是这个很自大很狂妄 现在香港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 狗哥是真的不知道 中国政府还怎么有脸面跟台湾人来提这个一国两制 然后下面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一段呢 就是中共在公文里啊 非常喜欢用的排比句 狗哥认为呢 像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这样的话呀 应该也是习近平的原话 其实呢也是废话 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就是喊口号 再往下 如果有人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政府 中国军队将不惜一切代价 坚决予以挫败 捍卫国家统一 这个就是最后的武力威胁了 用武力统一 这是中国政府 习近平给自己画的一条死线 那在这个白皮书发布以后 中国政府呢 是还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 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啊 是又一次提到了台湾问题 他说了一句话 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 那这句话呢 跟白皮书的这个书面的内容比起来呢 呃就显得更狠 更强硬 另外呢 新华社呢 还就这个白皮书里 这个台湾问题的表述 是专门的发了一条电文 标题就是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啊 这个习近平的原话 所以呢 今天中国发布的这个国防白皮书 有关台湾的部分 可以说是第一看点啊 是这个白皮书里最受关注的一个点 那在以前发布的这个影片里啊 狗哥也说过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在他的任期里啊 他是要这个推动 解决台湾问题的 不管是采用什么方式 和平统一也好 还是用这个武力也好 那他是肯定要搞这个事情的啊 如果不搞呢 他就没有足够的合法性 在中国做这个终身的领导人 就没有足够的合法性 在中国当皇帝 那新华社今天发的这个电文 第一段就指出 解决台湾问题 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啊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那习近平给自己的定位 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导人 所以呢 他就必然要解决台湾问题 那几个月之后的这个台湾大选 如果蔡英文能够连任 那习近平呢 就要很认真的考虑 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啊 这是狗哥的一个判断 刚才说的呢 是白皮书里有关台湾的部分啊 狗哥认为呢 也是最重要的部分 另外呢 白皮书给狗哥留下比较深的印象呢 就是关于美国的部分啊 涉及美国的比较重要的部分 都在这个第一章节啊 国际安全形势 也就是中国政府对于国际安全形势的判断 那从这个章节的内容啊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中国政府呢 是把美国当成是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还是把美国当成是对亚太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 那中国政府的这个判断啊 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啊 因为这么多年 从上世纪90年代啊 8964苏联解体之后 其实中国政府呢 就一直是这个判断啊 一直认为美国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看法啊 反正狗哥是看到这个内容呢 再结合这两天的新闻呢 是感觉有点可笑 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就是其实在现在 中国呢 已经是被亚太国家 看成是对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了 但是呢 中国政府自己呢 还不知道啊 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认识不到自己现在的样子有多吓人 还是跟过去一样 觉得别人是威胁 这个呢也是反映了中国政府啊 中国领导人的思维呢 真的是非常的陈旧 非常的僵化 那这两天有什么新闻 让狗哥会有这种想法啊 其中一个就是 中国和俄罗斯的空军 开始在亚太地区进行联合巡逻 就是发生在昨天 也就是7月23号的事 那在昨天呢 中国和俄罗斯的空军 是开始第一次在亚太地区联合巡逻 今天呢 中国就发布国防白皮书 狗哥认为呢 这不是巧合啊 这就是相互的配合 在整个习近平时代 他就是想和俄罗斯结盟 来对抗美国 来对抗日本 来对抗韩国 这个呢 就是他的一个战略思想 那中国和俄罗斯空军呢 这次联合巡逻 双方是出动了大型的轰炸机 战斗机 还有预警机 在这个巡逻的过程中 是有一架俄罗斯的预警机 是进入了韩国领空 导致呢 韩国战斗机开炮警告 一共是发射了三百多发炮弹 那这个呢 也是前所未有的世界 所以呢 大家现在可以仔细的想一下 到底谁是亚太地区的威胁 最近几年呢 中国是一直在南海地区搞军事化 今年上半年 还搞了这个空军的绕岛飞行 也就是轰炸机战斗机编队 环绕台湾岛飞行 然后中国的战斗机呢 还一度是越过了台湾海峡的中线 最近一个月 中国的海间 还有这个海军的船舰呢 是一直在南海 有争议的海域 跟这个越南的船舰在进行对峙 还发生了中国渔船 撞沉菲律宾渔船的事 现在呢 中国空军呢 又和俄罗斯空军 搞这个联合巡逻 侵犯到了韩国的领空 所有的这些事件 大家想一下 到底是谁在亚太地区搞紧张局势 到底谁是亚太地区的威胁 是中国还是美国 真的 狗哥是有一种感觉 就是中国现在呢 总是表现的多多逼人 总是冒犯了别人 但是呢 他们自己呢 好像并不知道 自己感觉不到这一点 他们总是认为 自己很强大 所以呢 就可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就可以随意地冒犯别人 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在今天呢 狗哥是在网上又看到了两段视频 感觉呢 特别能够反映很多中国人现在的心态 所以呢 在这儿呢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段视频 这个是在香港的城市大学 一个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 是推倒了一个自由女神像 破坏了这个炼弄墙 然后香港同学上去阻止的时候 他还要使用这个暴力 他整衬了这个 他整了这个 好 妈 这有中国 这有什么 两位呢 帮他 好了 打人 打人 对 不懂 你死他 第二段视频是在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的学生是发生了冲突 这两个视频都是最新的 不知道大家看了以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狗哥必须要说 大家看到的就是中国大陆年轻人现在的样子 最近几天在狗哥的视频下面 有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谩骂 非常恶毒的攻击 狗哥现在要说 他们其实并不都是五毛 并不都是中国政府花钱雇佣的水军 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自干五 就是不拿钱的五毛 他们是真心认可中国政府的所有所作所为 他们在这个视频下面的留言呢 就是他们的真实的想法和真实的态度 其实呢这些中国人的表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整个中国的表现形式 包括中国政府 包括中国的年轻人 概括的说呢 这种表现呢 就是狂妄自大 就像那个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到处在惹麻烦 到处在打翻打碎瓷器 然后呢自己还意识不到 反而呢是觉得自己很有力量 很了不起 就像这个视频里那些高唱中国国歌的年轻人 这些年轻人 狗哥就感觉在他们的脑子里啊 除了国家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狗哥呢是真的为他们感到是有些悲哀 好了今天就聊这么多 如果你喜欢狗哥的内容 现在又点击屏幕上的狗狗图标 订阅狗哥的频道 咱们明天见拜拜